大家好,欢迎收看君云园艺 杜鹃花花姿优美,色彩艳丽,不仅是我国传统十大名花之一 在世界上也是名声斐然 说养不好它的花友,大多是因为它的特性 作为杜鹃不得不说的秘密,针对它能让养护变得更轻松 此点特性便是浅根性,杜鹃花是浅根性植物 它的侧根或不定根常常辐射生长,长度超过主根很多 根系大部分分布在土壤表层,而且根浅而细,对肥力吸收能力弱 所以施肥时一定要薄肥勤施,每次追肥时以液肥为主 对于多点水,使肥液吸血,应愿提高追肥频率 也不要用农肥,营养生长期时可用水果浇素水 这种肥水肥力虽然不如一些有机肥那样爆表 但胜在元素种类多,而且能酸化土壤 除了追肥外,胶水也很关键,由于根系浅根性 所以杜鹃怕汗又怕烙,胶水要及时 尤其是运累期和开花期,水分消耗较多 胶水更是要及时 7月下旬正是杜鹃花芽分化的好时节 配合遗物,磷酸二清甲,可使它花爆盆 这种醋花肥用起来很方便 融于足够倍数的清水,充分搅拌就可以浇用了 好了,本期视频就到这里,喜欢我们的视频记得订阅关注 下期再见